字幕提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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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澤,現在社交媒體當道 每個人都追求一兩秒的Soundbyte 你請嘉賓上來做訪問 兩小時 找鬼看嗎? 講那麼短,沒有上文沒有下理 怎麼見真章? 尼敦道證交所 究竟誰是交,誰不是交呢? 那就上來 交心,交貨吧 我們講政治 和香港的文化生活的關係 除了 體育,足球之外 電影是很重要的一環 很可惜的 香港左翼電影的衰落 是自己弄歪的 到了文革的時候 全國只可以拍十套劇本 我其中一套 也有幸在珠江戲院看過 就是我媽媽帶我去看的 就是《紅色梁子君》 當時我問我媽媽 為什麼他們的腳這麼漂亮 因為全部都是跳巴雷舞 叫做革命樣板戲 只可以看沙家兵 《紅色梁子君》 《紅色梁子君》 這類的全國一台戲 你想想 長逢心就沒有用了 你院線就拿來播這些 所以我當時去珠江戲院就看這些 沒有其他選擇 所以到70年代 就是革命樣板戲 改港 紅燈記 所以到六七暴動結束之後 長逢心就合併成為銀刀 而在這段空蕩 1967年這段空蕩 真正崛起的就是輪到 邵氏兄弟 邵氏兄弟原本有上海邵氏和香港邵氏 香港邵氏其實不是邵氏夫打釋的 是邵氏夫的哥哥 是來香港成立 他們是南洋 邵氏夫是在南洋做放映的 那時候是新加坡 在新加坡做遠線 那時候好像沒有片場 沒有 做遠線 其實我們有個笑話 因為中大有一個邵氏夫堂 我們舉行周會 放電影 看演唱會的地方 現在不知道是不是 我們讀書的時候是新落成的 叫做Sir Run Run Shaw 邵氏夫的英文名就是 Run Run Shaw RUN 當時其中一個笑話 因為他是負責酒片 要將菲林 從一個戲院播放完 馬上坐電單車 踩單車 送去第二個戲院 所以我們說他這個英文名 其實就是來自走片 走片 叫他走快一點 但是邵氏夫 來了香港主持香港邵氏之後 時也命也運也 我覺得 他大佬搞的時候 是搞不定的 但是到邵氏夫來的時候 剛剛好 就是剛才我們說的 五七年右派反右運動之後 整個中國的文化活動 就開始什麼呢 開始向左傾 邵氏夫來香港主持邵氏 其實就是和右派的反右運動 是同一年 1957年 其實是同一年 我覺得我不知道邵氏夫子 是不是看到時機 當年正式把邵氏夫子 改為邵氏兄弟 是的 因為當時是邵氏夫 和邵氏門 原本主持那個就是邵氏家的老耳 邵氏仁 在香港成立的邵氏父子公司 但是到1957年 邵氏夫來之後 我不知道那個兄弟 究竟是說他 是邵氏門還是邵氏門 我不知道 好像是邵氏夫 後來他來了香港 邵氏夫就負責做制片工作 將那些軟線和發行 交給邵氏門打理 他聰明就聰明 邵氏夫是一個相當有頭腦 其實他跟金融的性格相似 商業掛稅 但是做得來有一定的品味 跟粵語片很不同 粵語片是被人覺得上不了大桌 低俗 但是邵氏夫來了香港之後 第一件事就是 在當時另外一個非共 非左派的電影公司 叫做電貿 就是陸運圖的電貿公司 首先刮了林黛過去 對 當時邵氏和電貿公司 其實競爭得很激烈 就是TVB和無線 或者之後的家和和邵氏 好像家和 亞視和TVB 其實邵氏和電貿公司 永遠 永遠有原因 為什麼會來到香港 因為你要記住 無論是馬來亞聯邦 或者是海鴨殖民地 當時都是屬於大英帝國 所以這些華人的資本家 我們和南洋的關係 不是因為明朝政和下西洋 這些都是騙人的 真正的原因是什麼 因為南洋很多地方 都是英屬的殖民地 文來、馬來亞和這個 為什麼我們會和文來的關係 因為那時候叫東馬 後來馬來西亞獨立之後 那一刻沒有獨立的叫做文來 所以我們生活在香港 我們不覺得 其實我們剛才也說過 香港不是有六百萬人 或者以前五百萬人 絕對不是 如果把眼光放闊一點 香港其實是整個東南亞 甚至美洲、歐洲、澳洲的唐人街 加起來的 歐美的唐人街 再加起來東南亞的華人社會 海外華人 海外華人 Overseas Chinese Overseas Chinese的首都 包括文化、交通 甚至政治各方面的重要 你要看到孫中山搞革命籌期 那些資金是從哪裡來的 第二你看到的 香港的文化產品 一直到今天的TVB 那個網絡 他絕對是去海外的 包括今天去文涵東西街 那些金山盞、金山莊、越南莊、緬甸莊 那些 南北行 其實都是跟東南亞、南洋貿易有關 這個南洋的關係 除了早期華人的網絡 就是因為明朝開始 華人開始在東南亞蠟燭 開始在吉隆坡成為 甲必丹 即是Captain 即是姓葉的葉亞來 全部都是商人 然後跟著什麼呢 我覺得也是跟大英帝國東尼 殖民亞洲有關 就是現在你看到的緬甸、新加坡、馬來亞 都是英國的殖民地 所以第一 殖民地之間的交通運輸網絡相當發達 電報相當發達 所以這些流動是促進了南洋的資金 當時華人的資金 本土資金是不足夠的 反而很多在東南亞的華人 因為橡膠原 因為這些跟英國人合作的關係 那些原材料 石礦 你看到捐助香港大學的陸友 就是馬來西亞石礦大王 他就是陸運圖的爸爸 陸運圖的爸爸就是陸友 陸友堂那位陸友 就是石礦大王 然後陸運圖的電貿 就是東南亞資金 其實當時是比邵善先進的 他是比邵善更厲害 出品和規模都比邵善更大 但很可惜陸運圖出席一次影展 那時候去台灣金馬影展 1964年他就在台灣搭飛機 是不是被共產黨特務炸的 其實真的不知道 當時也發生過 米爾公主號炸周恩來 但那個好像是內陸機 台灣的內陸機 陸運圖身亡 在一個飛機空爛裏面 亦都令到電貿和邵善之間的競爭 真的事也命也運也 左派的就是自廢武功 對 當時跟他不屬於左派系統 跟他有得困的電貿 就是老闆欠了 欠了之後 你也知道電影公司 其實很靠老闆 很多女星 全部慢慢變成邵氏的電影明星 而當時邵氏也很聰明 他最先崛起的 其實是跟我們香港人認識的導演 李漢祥有關 因為當時邵氏投資的電影 邵氏很有趣 其實他當時不只是廣東話市場 很多香港片 你知道香港在46、49年之後 大量南來的上海人 長江流域的人 他們那些我們叫撈鬆 老兄老兄 撈鬆鬆 就是那些北方人 總之叫深圳河以北 或者廣東省以北的都是撈鬆 外省人 所以邵逸夫 首先就是李漢祥拍攝的一套最轟動的 就是五百年的刁纖 這就是令到邵氏打開了一個新的市場 連續半個月長長爆滿 剛才也補充回 其實這個電影公司 後來老闆死了之後 其實他們也有改造 改造變成國泰 但國泰之後也不行了 所以原本他跟邵氏很大的競爭 就是大家都有軟線 大家都有製片的片場等等 但是國泰後來 就是把所有製片的片場 基本上整理 就只剩下 主要是做軟線 邵氏就是 剛才說過很多南來的 因為49年50年代 軍事由大陸走爛下來的香港 很多是北方人 撈鬆鬆 所以邵氏就是吃了這條水 拍很多國語片 江山美人 還有其中一個 梁竹 其中一個轟動的就是梁竹 他當時是唱黃梅調 黃梅調 林波和金漢 黃梅調是很厲害的 其實黃梅調是什麼 是浙江一帶 江節一帶 我們叫做粵劇 粵劇 粵劇 很受歡迎 當時他們帶起了其中一個 很奇怪 我小時候一聽黃梅調電影 我就認識電視 完全是格格不入 但是那時候 來得香港的有錢人 都是江節一帶的人 你記住 那個年代的上海人 很簡單 上海人 我認識到今天 那些上海人 那個年代來香港的上海人 有錢的人 到今天他都覺得 廣東人的粵劇 大挪大鼓 根本不能入耳 太過俗氣了 太俗氣了 但是你看黃梅調 青瓦 青瓦 還有少許吳龍遠語 還有蘇州平壇等等 我覺得 對他們來說 這當然是他們格格不入 我們也格格不入 但我不知道有沒有人 喜歡看《寧波》 我到現在都覺得 有沒有搞錯 也有些老人家喜歡看 不過我想 廣東人不會吧 有些個別廣東人 但我想主要喜歡看的 都是上海人 所以我覺得那時候 電影市場是兩方面 任白開始變成電影 任白開始變成電影 《帝女花》也變成魚場片 在曹達華 于素秋 那些神神怪怪 如來神掌 如來神掌 那些就是所謂的本土電影 但我覺得邵氏 包括陸雲圖的電謀 其實電謀在五六十年代 拍了很多都市小品 他們繼承上海的風格 包括張愛玲 其實是一個劇本 他們這種就是真正 以內地品味的風格 格調跟本土香港電影 真的很不同 香港電影就是 我們剛才說的粵語長片 就是在達華達片場 在大瀟村拍的 《七日先》 《七日內》拍完 《七日內》拍完 《伊洲水》 那些報警是滑出來的 之後就在菲林上加的飛劍 這個如來神掌 跟曹達華 飛出去 飛飛轉轉 你記住 這就是所謂香港本土的文化 但這種外來 但當時香港很有趣 它真的兼收並促 一講鬧鬆的文化來到香港 它自成一國 這些藍洋的 我覺得邵逸夫很簡單 看市場需要 他又不是特別推崇 黃媒調小調 賺到錢 賺到錢有人看 捧到明星 接著到七十年代 就改變了 邵氏來了一個很重要的人物 叫張徹 黃宇的獨臂 獨臂 那時候就是武俠劇 開始邵氏 今天Clinton Taratino 這個Q標的導演 向邵氏致敬 不是向黃媒調致敬 是向當時邵氏的武打片 Shaw Brothers 能夠全世界認識 那個所謂SB的標誌 其實是因為武打片 而這個張徹由台灣來 就很重要 張徹原本在台灣 就是政戰教官 所以我就說 邵氏之所以全力吹谷武打片 還要專注於反清復命 背後是有政治含義 我覺得很多人看不出來 因為大家明白 孫中山的革命 原本是一種反清復命 一種漢族的種族革命 而當時我覺得 張徹的武打片裏 突出反清復命 是一種反共的意味 就是中原淪陷 然後我們要把韃州人趕出中原 恢復華夏文化 所以就出現了一大堆張徹的契仔 開始是陳冠泰 符聲 姜大偉 郭追 這些武打演員 出現了一些 所謂香港人的文化 icon 跟我們本土很不同 我們本土粵語片的 文化英雄是王飛鴻 但是在張徹的世界裏 開始是洪希冠 方世玉 胡惟乾 少林五祖 什麼紅船 少林五祖 其實是我們黑社會的起源 就是葡田少林 福建南少林 火燒少林子 這部電影就是火燒少林子 但是語語片也拍過 少林達鵬大師 很多這樣的東西出現 你不要忽視這種 潛移默化 對反稱奉鳴 我們小時候 方世玉和洪希冠的故事 有電影 有街市的電視片 也有漫畫 黃玉郎式的漫畫 也有 方世玉的故事 白眉道人 我們小時候的狼狼上口 我想現在的人真的不認識 所以 邵氏在70年代 能夠大雄 和邵逸夫的 我覺得他和金融的腦袋很相近 他跟著市場走 他知道黃玉調上海路 慢慢慢慢 最初來好像很厲害 有消費力 華人就是一群貧苦大眾 難民 但是慢慢慢慢 這群難民社會 開始成長 開始需要看電影 不只是去打城 不只是去工廠上班 所以邵氏 開始培養了一群 原本在波樓賺食 幫人看場的 舞打演員 原本是出來走 出來走 龍虎舞師 開始 大放異彩 當時一定要說一件事 就是電影工作者 的類分明 那時候左派和右派 左派就是華南電影工作者聯會 就是影聯 今天會指還在九龍城 是嗎 對 好像當時不坐飯 還是買了一個會子 在九龍城 還不記得 我曾經有印象 因為我小時候 在城寨走來走去 就有華南電影工作者聯會 招牌 對 另外一邊就是親台的組織 自由總會 對 自由總會 當時電影在台灣上映 演員要加入自由總會 要成為會員 每年蔣介石受臣都要去賀壽 然後就參加亞太影展 因為亞太影展 整個都是親台 整個東南亞 東南亞 台灣 而邵逸夫每次我小時候看 娛樂新聞就是 今天邵逸夫 帶同眾影星 由亞太影展回香港 就在機場一字排開 其實就拍張照 六十年代也是這樣 這個就是臨代 這個就是零代 有什麼樂替 還有馬海倫 馬海倫也是這樣 那時候很有趣 其實那時候 由六十年代 文革開始 大陸就很封閉 所以香港的電影市場 基本上不會燒去大陸 主要是東南亞 台灣 它生存得到的原因 就是我們從來都不是 那幾百萬 我想香港人口只有四百萬 絕對不是本地 因為當時香港仍然是一個很貧窮的社會 如果以香港人口 就拍攝給上海人看的 黃梅調 李漢祥 用清宮 清朝歷史劇 這些 但是很明顯 張雪的導演 就是被貧府帶中 咬謝邦 夜晚黑 在旺角看午夜場 那些 那些就是本土的電影觀眾 所以那時候 整個香港的電影市場 很廣闊 特別是台灣市場很重要 所以如果你要拍電影 找到食譬 例如邵氏那些 一定 要入自由總會 一定要入自由總會 一定要入自由總會 會員資格 接著你的電影 就不用去台灣了 基本上東南亞也很難去 最轟動的是什麼 就是邵逸夫一首提拔的李漢祥 在80年代應該是 回到北京內地的故宮 好像拍了兩套 火燒原明遠 還有西太后 火燒原明遠 男演員叫做梁家輝 女演員就是劉曉慶 劉曉慶 劉曉慶自己也說過了 拍完之後回來香港就拍照了 因為不會有電影公司 找他拍照 因為那時候香港很多電影公司 好像要做小販 因為很多香港的電影公司 那時候的市場 都是在台灣 東南亞 東南亞和台灣 其實都是控制在右派手上 都是控制在國民黨手上 所以你一被自由總會 踢了出會 踢了出會 那時候李漢祥好像後來 要公開道歉 有沒有寫悔過書 有啊 如果要寫公開道歉 寫悔過書 然後再回頭 但之後李漢祥的電影都不行 其實80年代香港本土崛起 一個本土的電影市場 就開始是邵氏 接著之後是周文懷的家王 沒錯 接著到了70年代 中後期 開始跟邵氏競爭的家王 其實周文懷 另一個是何冠昌 何冠昌 兩個原本是邵氏走出來的 在邵氏 周文懷其實是在上海 盛陽漢大學畢業的 來到香港之後 在美國政府新聞處做過工作 在美申處做的 即是一些知識分子出身 周文懷很簡單 趙級邵老陸那條路 你有張設 我就有挪偉 但他好像說做生意 就跟邵氏 所以就跟邵氏特意有些不同 話說邵氏的經營手法 就是中央集權制的 即是一切的預算 什麼的 拍片等等 首先就是要阿頭那裡過 然後慢慢下去 即是現在是TVP制度 是的 但周文懷就不是的 周文懷是用一種的放權式 給一個導演 甚至後來他在嘉禍做中心 外面有很多子公司 所以那時候 其實都因為這種模式 所以才有李小龍 沒錯 其中一樣 李小龍是自己 他要自己去做 他要自己去做 所以後來 李小龍就不在邵氏發展 而是在嘉禍就是這個原因 他真正大雄 嘉禍彈起 李小龍 有最大的關係 亦跟他們的經營模式 可以容納到 其實早期 甚至是崛起的邵氏 他都很有創意 即是張徹過來的時候 包括很多 跟著後期的風月電影 即是李漢祥的風月片 鹹鹹地的 即是陳平 胡錦 那些 所以那時候 這個邵逸夫 捐錢在中大 搞那個邵逸夫 邵逸夫書院 有些道德佬去抗議 那些人就去抗議 就說他拍鹹片 所以我就說 邵逸夫很簡單 市場在哪裏我就拍哪裏 其實周文懷都一樣 但是我覺得 跟上一堂我們講足球一樣 精工的崛起是黃蒼山 精工保禄的崛起是等 本土勢力 從左右兩派的政治角力裡面 慢慢有 香港勢力出現 所以家和其中一件事就是 在本土勢力出現很重要 李小龍的崛起 他完全跟上海電影沒有關係 雖然李小龍是在三藩市出生的 但其實他長時間 後來是香港拍片 帶出那種民族主義 但他那種民族主義 又不像大陸的民族主義 他在講的 譬如他在講的截拳道 那些東西 又不是傳統的功夫 他吸收了很多西方 他本身有 譬如他學泳春 他學過台拳道 又學過雙哲棍 很雜的 所以他出現的截拳道 其實某程度上 其實是很香港的文化 我們叫做雜種文化 例如我不太懂 他原本是詠春的腳踢腳 是向下踢的 下腿 但他吸收了空手道 李小龍的腳是向上踢的 他將來是一種混雜的文化 就開始香港的文化出來了 因為李小龍是一個武術家 他不是一個演員 他本身是一個武術家 然後成為一個演員 所以你在《死亡遊戲》裡 你會看到他最後的作品 他跟很多對打 那些都是他的朋友 包括韓國台拳道的高手 我忘了是黃元寂的名字 有菲律賓魔像的雙哲棍高手 伊老山道 渣巴那些是演戲的 但真正跟他關係好的 他有這些武術的切磋 然後吸收別人的長處 比如他用雙哲棍 其實是一個菲律賓武器 其實是因為李小龍而流行 雙哲棍是因為李小龍而流行 比如他自己在尖叫 彈呀彈呀彈呀 那些是他自己創作的 所以我說動作片 經過家禍 已經成為香港電影的一個類型代表 而輸出全世界 當時不單止是李小龍 有梁小龍 有呂小龍 是人要拍戲 都要把名字叫做小龍 不是Bruce Lee的時候 叫做Bruce Lair 英文是鬼佬片 講起本土劇 嘉禍對香港的本土劇 除了是李小龍戲 還有一個 就是鬼馬雙星 這個就是許氏兄弟 據問 原來許氏兄弟原本是無線的 誰說我傻 誰說不服 誰說不服 為什麼我要服 最初是很受歡迎 看起來是電視的遊戲表演 後來他們構思要拍電影 向邵氏推銷 好像是因為跟邵氏商談片酬 那個分帳 談不上 結果他轉向這個交和 結果一炮就變紅了 大家都明白 許氏兄弟更加就是香港本土 他們是香港仔 香港出生 港大 還有我覺得他提升了本土電影的品味 因為許冠文很多時候在荷里活電影裏拿巧 但他的故事大綱題材是很本土的 譬如說電視台的鬥爭 摩登保錶就是老闆欺壓的下屬 很多小市民的矛盾 所以慢慢把原本的神神怪怪的東西 把它轉型 就是一種跟都市文化 都市生活有關的東西 但我覺得另外兩間電影公司不得不提 我覺得對香港的電影業 曾幾何時影響深遠 一個是德寶 一個是新藝成 德寶就是潘迪生的電影公司 而當時德寶裏做策劃的 就是陳冠宗 陳建勳等 拍攝了很多有中產品味的電影 譬如《英倫琵琶》等等 另外就是新藝成 新藝成的奪起 麥家 黃伯明 石天 徐克 組合 都炮製了許冠傑離開家和拍的 就是《最佳拍檔》 《最佳拍檔》有很多集 《最佳拍檔》是《顯神通》等等 很受歡迎 然後開拓了一個賀碎片的市場 所以我覺得那個年代 香港電影進入黃金時代 就是那時候 那時候的賣浮其實是全世界 記得香港是一個很小的地方 是計算荷里活之後排第二的就是香港 比印度 歐洲那些 所以剛才我們一直回顧香港電影 和上一集體育的歷史也是一樣 慢慢從國共的鬥爭 政治 戰線 作為所謂受的母體影響 我覺得是延續國共內戰 然後慢慢慢慢去到 本土化 本土的市場開始出現 一種香港人的風格 許氏兄弟 開始出現 李小龍 許氏兄弟 包括電影宣傳的風格 你看到 新藝成的電影用得最多 就是一個叫做阮大勇的冊畫 大家如果有拿過我本書叫做 《大香港人》其實是同一個作者 那張冊畫 有一次我派書的時候 我把那張冊畫出售 有人賣走了 我不知道是誰 那張作品其實是阮大勇的 當時我叫他幫我畫的封面 阮大勇就是幫新藝成畫很多 許冠傑、墨家 大家認得的那些冊圖的風格 包括電影宣傳片 電影也有一套自己的風格 海報等等 所以我覺得 Hong Kong Cinema 成龍說 沒有Hong Kong Cinema 只有China Chinese Cinema 我覺得是錯的 Hong Kong Cinema 曾幾何時 就是代表Chinese Cinema 香港電影 就是代表華人電影 沒錯 香港電影之父 其實也是中國電影之父 所以今集我們講的 香港電影史 還未完 有機會我們講下去 包括電視文化的出現 包括粵語流行曲的出現 其實軌跡很相似 特別是粵語流行曲 都會看到那個 慢慢由舞體 小調、粵曲小調 慢慢蛻變成為 中式顧家輝的音樂 再蛻變成為 今天的流行曲 這就是整個過程 我們講的 其實不只是文化消費 那麼簡單 亦是跟香港人身份 身份的認同 認同有關的 今集的時間差不多了 下個禮拜同有時間再見 拜拜 拜拜 一八四二年 清道光二二元 一八四二年 英國和清朝簽署南京結項 一八四二年 在地圖上多了地方叫做香港 危機處處,陷阱重重 探險隊1842誓要尋找事實的真相 我,劉世良 我,張王 我,陳仁啟 我,李家雲 探險隊1842 尋找本土歷史意義